Welcome your call to DHL Your call is transferring Please hold down Hello 你好 DHL Hello 有人打电话给我讲我的 Hello 你好 我的什么包裹 什么被在 什么 有问题啊 包裹有问题 你是 有在网上购买的包裹有出的问题是吗 应该是有人送来给我对不对 不是我送给别人 是别人送给我 我的朋友很像在纽西兰送包裹给我 你是说你朋友有去包裹给你 你目前是还没有收到的是吗 对对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 您这个包裹是什么时候记得的 你知道吗 应该是 今天 今天星期二 应该是星期三 上个星期四吧 好 那你是寄件人吗 你是收件人 对吗 蛤 你是收件人吗 是 他寄给我 不是我寄给他 对 我是接收的人 那你是不是收件人 对 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直接上电话帮你去认一下 我的名字啊 对 零 零 哲 先生呢 零哲明 哲学的哲 明 明确的明 好的 那请问 零先生 你有使用英文的名字吗 有啊 有使用拼音吗 提供给你 L-I-M-Z-H-E L-I-M-Z-H-E 接着呢 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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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你是林先生本人 对吗 蛤 什么是 我说你是林哲明先生本人 对吗 对对对 好 你稍等我一下好吗 你电话是 你不管 我帮你查看 嗯 明确你好 啊 什么事 哈喽 啊 我帮你查看到了 不好意思 我这边帮你看到 刚才我们 DXL这里 确实有可能多大的一个 一个自动电话 对吗 啊对对对 但是 并不是要通知你包裹 你有领取的 也就是 目前我们并不是 通知你这个 你朋友 从你西兰 寄来的包裹 并不是你通知你这个事情的 那是什么事情 那是什么事情 而是说 你之前 你有请我们 DXL这里 有帮你寄出一个国际快券 没有啊 我从来没有用过DXL 我没有寄过别的东西 没有用过 我没有用过DXL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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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用过DXL 但是这个包裹 不是你在8月5号的时候 用了DXL 8月5号 没有没有 8月5号 没有没有 8月5号 是星期几 等一下 等一下 8月5号是星期几啊 星期三 星期三 星期三我整天做工 不可能 星期三我没有 星期三我整天做工 没有时间去寄包裹 我的公司有我进 进出门的 不可能是我 我可以证明不可能是我 因为我是在政府做工的 我进去做工的时候 有那个 那个ID进去 出门的时候 我怎样去DXL送包裹 不可能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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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我意思吗 我是跟政府做工的 我进去那个政府 building 我们要因为有那个 coronavirus 那个病毒 我们要进去 要放那个 要我们的证件进去 然后出来有进去 所以我整天在我的政府 政府的那个 那个building 做工 根本不可能 没有出去到 所以不可能是我 一定是别人用我的名 所以你们自己摆平啊 对 有人自己摆平 是这样的 林先生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今天是有收到 上海海关的一个公司 上海海关关我什么事 我都没有去过上海 那就奇怪 因为现在就是说 有一个包裹 是在8月5号的时候 是林先生 您的名义 所寄回来新加坡的 那目前这个包裹 是有出了问题 被扣在上海的海关单位 我们才会来 连续林先生的 那 刚才你跟我说 你是8月5号的时候 8月5号 我有可以 我可以 我做工的 地方 可以证明我从来没有 离去我的工作岗位 整天 都在工作岗位 不可能是我 不可能是我收的 所以你们要海关 你们直接 打电话 直接联系新加坡警察 然后把我的名乘上去 全部乘上去 然后他们联络我的 联络我的那个 我的 我的那个 我的 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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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 我就可以证明我整天在那个 也会不可能是我 我就摆脱了 我不用去跟什么上海海关 我 我了解您的意思 是这样的 林先生 那因为现在 目前就是说 这个包裹呢 是 用你的名义 从 在8月5号 从上海寄出来的 那 当时是有被海关人员 发现到说 这个包裹里头 是有大量的管制 那个药品 我药品啊 那本身这个药品 你没有做申请 对 是没有办法预出的 所以今天 我们才会跟您先生联系 并且跟你了解 是什么情况的 那刚才 那你们DHL DHL DHL那个人来 送包裹的时候 你们应该有那个CCTV 闭路电视可以证明是谁吗 对不对 对啊 所以 所以如果你们去 你们去闭路 你们的 你们去用闭路电视 去看 送电的人到底是谁 然后去报警 找这个人 然后你 顺便也报警 把我的资料 全部呈上去 哎呀 我没有时间跟你耍骗了啦 我知道你是骗子啦 什么DHL 那名根本不是林泽民啦 是习近平还差不多啊 你是习近平还是江青 还是邓小平 还是毛泽东 懂下来这样 哈哈